共青团中央点赞歌手,或尊称文化领域强国一代 at共青团中央点赞歌手,或尊称文艺领域强国一代,让我们一起和或尊思考问题寻找答案,传承经典文化,我们在路上 点击下方图片可进入中国青年杂志或尊专访 歌手2018录制现场,或尊作为贴管歌手用中国传统戏曲的方式重新诠释甄嬛转主题曲红连结,惊艳全场 很多观众在收看节目后表示,小嗓一出来,让我感受到传统戏曲的不朽生命力,原来戏曲可以这么好听,顿时有了更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事实上,霍尊一直致力于让当下的年轻人像他一样爱上传统戏曲 这些年,他全副身心尽淫其中,用传统和流行相结合的方式推陈出新,让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大家都喜欢哪些传统文化?如何进行传承创新才能被更多年轻人接受? 传统文化遗产应该如何进行保护? 获尊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和他一起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呼吁更多年轻人能够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国,九十后,兼具报复和务实双重优秀品质,世界属于这一代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文化如水,传承创新,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尽心尽力 九十后获尊已经行进在路上,你呢? 本周五晚19点30分,歌手2018总决赛直播 使起世界纸及肌肤的声音,递出真正闭致灵魂的音乐 翻篇过往荣光与热泪 歌手为你歌唱 at共青团中央点赞歌手,获尊成文艺领域强国一代 让我们一起和获尊思考问题寻找答案,传承经典文化,我们在路上 点击下方图片可进入中国青年杂志获尊专访 歌手2018录制现场,获尊作为贴管歌手用中国传统戏曲的方式重新诠释甄嬛转主题曲红连结,惊艳全场 很多观众在收看节目后表示,小子儿一出来,让我感受到传统戏曲的不朽生命力,原来戏曲可以这么好听,顿时有了更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事实上,获尊一直致力于让当下的年轻人像他一样爱上传统戏曲 这些年,他全副身心尽淫其中,用传统和流行相结合的方式推陈出新,让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大家都喜欢哪些传统文化,如何进行传承创新才能被更多年轻人接受 传统文化遗产应该如何进行保护 获尊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和他一起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呼吁更多年轻人能够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国,九十后,兼具报复和务实双重优秀品质,世界属于这一代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文化如水,传承创新,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尽心尽力 九十后获尊已经行进在路上,你呢? 本周五晚19点30分,歌手2018总决赛直播 使起世界纸及肌肤的声音,逼出真正地质灵魂的音乐 翻篇过往荣光与热泪 歌手为你歌唱 第四季 güç 第四季 翻篇过往荣光与热泪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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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